跟你們講 我們終於終於終於 要來拍 馮迪索調車影片了 不要再留言說 他的騎乘動作有問題了 我們今天就來到了調車勝地 這邊就是台中的CPS 所以今天就要麻煩Eddie了 因為在馮迪索騎車到現在 大概兩個多月的時間 其實就是原廠設定 頂多我有幫他稍微調坐墊的高度 但他完全就是沒有正規的去fitting 所以今天我們就交給專業的 不要再酸他們了 我們今天交給專業的 就是Eddie來幫馮迪索fitting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大概會有什麼流程步驟 我待會可能會先了解他過去騎乘背景 可能從之前拿車到現在大概騎了多久時間 那最主要的一個問題會是在於說 你目前騎乘上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比如說你會手麻、屁股痛、肩頸痠痛 所以了解你這些問題之後 我們才能夠按照這些問題來一一幫你解決 我們就交給專業的 OK GO GO 好那你目前大概一週平均來講 你大概騎乘幾個小時 兩個小時吧 兩個小時 OK 擺一台車然後搞得像騎U5一樣 那你目前騎乘上有沒有什麼樣 對你來講是比較困擾的 比如說你騎了兩個多月的時間 你有發現什麼樣的問題嗎 除了網友跟你講的 你自己的感覺 握那個 握把 這裡很不舒服 手掌的壓力比較多一些 好 現在大概就是看他的整體的下肢的穩定性 對看他在做有負重的情況下 他的下肢的一個排列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這個跟他後續在上車的時候 看會不會有相同的問題 這個就是 我們第一個就是先了解你的腳的長度 腳的寬度 然後還有你的足弓目前的高度 大概是屬於低足弓 中足弓還是高足弓 好那這個對於未來你在選擇車鞋的時候 然後會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指標可以看 對對對沒錯 剛剛踏入自營車要選擇車鞋的時候 很多人會有的問題就是 他們可能習慣穿一般的鞋子 那個空間都很多 可是真正你在車鞋裡面 如果你的空間太大的話 你會感覺腳在裡面有一個 滑來滑去 對所以你的踩踏點會一直不固定 那你就當然沒有辦法 很有效的把力量傳輸到踏板上面 會有這樣的差異 所以車鞋我大概會覺得要穿 稍微合一點點 對大概就0.5公分左右 5mini是一個蠻建議的一個空間 那你在挑選來講 大概就是27到27.5公分之間的車鞋 會是比較合適的 然後比較偏向寬眩的 所以我是 Oh shit 屈膝然後腳放輕鬆 不要用力喔 腳放輕鬆 OK 看一下 好再放輕鬆一點 好非常卡 非常卡 你的寬非常非常的卡 好動我一下 比較緊 好 手放輕鬆 看一下 是肚子卡還是 可能是肚子卡住了 真的 一般的流程是說他有上卡的話 我會先在確認他的卡鞋扣片的位置 因為前後的位置跟左右的位置 跟旋轉的位置都蠻重要的 剛剛其實有幾個步驟都是在 針對卡鞋扣片的位置做一個確認 對 目前因為他才剛騎車沒有多久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是先以布鞋來做 來看他的踩踏的一個狀況 那未來有上卡的話 我們會再來確認一下 他卡鞋扣片的位置 現在我們剛才已經完成了貼點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開始進行 踩踏的一個動態的捕捉 好來看他現在各的關節點 就是他的騎身的角度 是什麼樣的情況 這樣 好保持喔 維持一下 再來喔 再來再維持喔 保持喔 繼續喔 太延伸了 有點太延伸了 所以我是有點怕 有點太出去 是什麼意思 你可以發表一下 就很像我之前覺得其他的車很舒服 好你現在感覺看看喔 你整體的重心 你覺得落在坐墊上面多一點 還是落在把手多一點點 我想知道你自己覺得你的重量 分配在哪裡比較多 手還是多很多嗎 一點 可是跟剛開始比較起來 手有沒有比早 第一次還沒有調整之前 稍微少一點 比較輕鬆 稍微輕鬆一點點喔 OK 我們之前還沒有調的時候 其實現在是還沒有調完 然後我覺得感覺上 之前還沒調的時候 整個人都要往前爬 可是現在調整過後之後 我覺得兩隻手 你看那個 手 手硬 之前是整隻手都通紅 很脹那種感覺 壓得很緊 可是我現在 整個人往後拉 變輕鬆很多 然後現在可能 再調整一下坐墊 就會舒適很多 比較適合我騎乘的姿勢這樣 看它已經地板都濕了一攤了 現在目前就是幫它調整了 龍頭有升高一點 然後有把龍頭的位置 離身體再近一點 所以目前看起來 它可以稍微回來一點點 身體的這個中立位 不會這麼前趴的情況下 騎起來會比較輕鬆 那看起來回轉速 就是它的踩踏回轉 也進步了很多 所以 調整完目前看起來 應該算是 整體是有變好的 我覺得比較大的問題 是在於它的龍頭 可能稍微比較長了一點 然後坐墊也比較往前 所以導致它在騎乘上 它整體的重心 都會壓在比較前端 所以 它長時間騎乘上來 它的手腕 跟肩頸 可能壓力就會比較大一點點 那我現在把它的重心 稍微往回推一點點 讓它稍微回到坐墊多一點點 然後上半身高一點點 縮短一點點 那對於它的騎乘來講 應該舒適性會比較好 也可以解決它先前的問題 那之後就是讓它實際到外面 實際測試 看它在戶外騎乘的狀態 大概是有什麼樣的回饋 那我們再看後續 是不是要做什麼樣的微調 大概是這樣子 改裝完成 我們今天 終於把它改裝成這樣 有沒有 微翹微翹的把手 有沒有看到這個龍頭延伸出來 兩邊這樣往上揚 原因呢 就是因為 這個肚子 肚子太大了 它往下來會頂到 所以我們特地幫它把這個龍頭縮短 然後把這個 把手的位置也上揚了一些 那待會它在騎乘當中 應該感覺就是往下支撐的時候 上半身的負擔不會這麼大 所以等一下讓你體驗看看 實際騎乘起來 感覺跟之前有沒有不一樣 一定會不一樣 一定會不一樣 改超多了 超興奮 OK 那我們就出發吧 四層 Take 1 Action Go Go 抽 抽 太輕了啦 它又變重一點 好 好 好 這樣調整完你就會騎乘起來 感覺為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最明顯應該是 騎的時候那個握把 以前覺得很前面 然後這次應該有調整比較短一點 就不會覺得好像以前那種 繞不到東西的感覺 然後握不到煞車的感覺 安全感好很多 所以其實你的感覺滿敏銳 因為這次我們特別幫它調整了 大概有三個大地方 第一個當然是坐墊調整 然後它適合踩踩的高度 那坐墊調整完之後呢 第二個是調整前面這個龍頭的地方 因為龍頭它其實原本的長度是10公分 那因為它的身材 還有它的這個髖關節活動度的關係 所以它腳抬起來 這麼高的情況下 騎起來是比較不順 所以我們特別把這個龍頭距離縮短 原本它可能像這樣的動作就會縮回來 那最後一個調整就是這個把手高度 就原本把手高度 你可能手要伸到這 你現在手指要伸到這 手的負擔變小 這個時候身體核心可以參與的就更多 所以這樣調整完應該 騎乘起來舒服很多吧 輕鬆多了 以前覺得自己好像要摔要摔 然後繞不到東西感覺 很沒有安全感 現在好多了 好啦那這樣調整完 我跟你講你接下來要挑戰100公里 應該是沒有理由了啦 這個你到時候在跟我說什麼身體不舒服 或什麼 誒 花了上萬塊幫你fitting 然後還換了這些東西 你再有理由真的是 結果前一天吃太好了 直接換人了啦 直接換人了啦 拜託不要 那這一集的特別感謝就是我們的fitter 也就是CPS的AD 幫我們調整了所有車子的設定 也非常感謝鐵人工程長的Sam 把天母縫立所的車呢 調整到非常到位 我要講了嗎 要啊 對不起 再一次 那直接結尾就好了 沒有我不知道你還要講什麼 沒有直接從你開始就好 我是天母縫立所 我是你的教練梁澤瑞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